大家都很準時都提前的到了哈 那個張老師您那邊的這個同傳的都準備好了嗎 咱們同傳的幾位翻譯的老師都準備好了哈 ok thank yo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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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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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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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迪那边声音不行了王迪 王迪 那请听见我说话吗 行行行行 王迪你的声音不行了 喂 这个叫 你要是因为 你要开着一直开着 我咋会影响对方的 你要说完你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 对 王迪 王老师现在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王迪老师 我这里可以听到你讲话 王迪 王迪你的声音呢 王老师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其他的老师好像是可以听到我说话 OK OK可以 对不起我刚才那个调响 OK可以了 可能是我耳机 OK不好意思 王迪 是吧王迪老师 好的好的 尽量的各位老师专家 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本次的研讨会 我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博士后王迪 非常荣幸能够担任本次研讨会的主持人 本次研讨会提为 中国原数据发展多领域应用及实践途径 是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宣传部 都国林核心原数据创始计划教育委员会 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共同主办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承办 首先我们有请本次研讨会的操划人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黄荣花教授 介绍本次研讨会的背景 有请黄老师 好的 最近各位专家 各位同行 老师们 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个周末 但我看到咱们这个会议很热闹 这个旅会者已经超过了100人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么我想首先给各位汇报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活动 因为这些年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个 这个进程不断的加快 我觉得我们有两件事情要做 一件事情呢 是我们引进来 就是我们要介绍国外的一些好的一些技术啊 方法啊 同时呢 我觉得国际上也特别需要了解中国 我们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和我们图书情报领域教学和研究的发展 这些成就都是需要向国际上的同行去分享的 那这些年呢 我们学院 在国际教育过程当中 我们也深有体会 那么多次参加国际学士会议 包括学界的像全球底级性学院联盟的年会 i-conference 那么还有像图书馆最大的会议 IFLA的年会 这些学界和业界的会议 当然还有这个全球数字图书馆领域的顶级会 JCDR等等 这样子会议的参与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发现 随着我们中国的学者 不断的向国际上去介绍我们中国 那么国际上的同行对我们的了解越来越多 这种交流其实对学术研究和事业的发展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呢 这就给了我一个启发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介绍我们中国的一些做法 那么正好呢 我也我们也得到了武汉大学宣传部的这个支持 宣传部有一个项目 就是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学生 能够去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 面向解决社会的一些重要问题 来培养我们的学生 大家可能觉得原数据是一个非常专的一个问题 一个技术问题 其实原数据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 大家不知道 可能有的没有注意到 像这个Nature今年6月份就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 那么 这个新冠病毒的有关的信息的共享的问题 就在于这个原数据的这个标准的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我们图书情报领域 这个信息资源共享的这个愿望实现的需要 也是我们很多领域的这个资源共享的需要 我们知道在开放数据环境下 各种开放的数据不断的增多 包括政府数据科学数据文化数据 社交媒体的数据教育数据等等 还有商业数据 这些数据的共享和交流 以及它的价值的挖掘 还有它的增值利用都需要我们标准的支撑 那么原数据是这些标准当中非常重要的数据 因为我们都知道原数据它是关于数据的数据 只有这个关于数据的数据做好了 我们才能够做好 那么正好呢 去年10月份 DCMI我们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组织领域的这个国际标 国际标准组织 都布林核心原数据创始计划 那么它的缩写就是DCMI 因为我们今天的听众除了我们的各位专家和长期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的这个同行之外了 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对这个术语就不是很熟悉 所以DCMI它是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它的缩写 就是我们中文说的都布林核心原数据创始计划它的缩写 那么DCMI去年的联会是韩国国家图示馆来主办的 我们中国有几位同行在介绍我们中国的一些做法 包括我们在原数据人才培养方面 还有各个方面一些作为 那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 发现国际的同行非常非常关注 所以呢在Michelle 就是我们国内同行很多都知道 曾雷老师的这种介绍 他的介绍和引导下呢 我就去年年底加入了DCMI交易委员会 然后呢我想有这样一个机会 就正好可以给我们国际学术交流做点贡献 所以在去年年底我就提出来想做点事情 然后呢跟DCMI的教育委员会的几位同仁一起商量 我说能不能介绍我们中国的同行在原数据方面所做的一些探索 包括研究和实践 他们说这个idea非常好 然后呢他们说你做一个方案出来 所以呢我就琢磨着 是希望体现我们图书情报学的这些理念和方法它的用 用处特别广 所以我就想到介绍我们的原数据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然后我把这个主题跟他们汇报以后 他们觉得这个想法也挺好 经过他们的这个认可之后呢 我在根据这些主题来找专家 于是就找到了我们今天来做报告的几位专家 一会呢王迪老师会详细介绍各位专家 那么还有就是那么这个主题定了 专家也定了 就是形式的问题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 而且今年的疫情 所以我们只能线上方式进行 线上方式虽然我们讲中文原数据利用 因为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向国际上去讲述中国的故事 来展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的这个业务自信 所以呢跟他们商量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中文演讲 然后用中英文双语的PPT来展现 同时为了国外的同行更好去理解我们所讲的内容呢 我们还专门请了同声传译 也就是阿卡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 专家们给我们提供全程的英文同声传译 同时呢DCMI觉得我们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 想作为他们这个webinar的系列之一 所以呢我们在会议结束之后 我们的视频录像还会上传到DCMI教育委员会的各种社交媒体的频道 包括YouTube的频道和推特等等这样的频道 所以呢咱们今天的活动 今天虽然只是今天进行 其实我们的活动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这是我想向各位汇报我们的这个会议的这个初衷 和他的这个形式 那在这个会议的筹备过程当中呢 我们得到了曾雷老师 也就是DCMI教育委员会的几位委员 那曾雷老师给了我们多次的这个指导 提供了非常好的建议 那么TAM呢给我们的这个宣传 还有在各种国外的各种媒体上做宣传去报道 也给了很好的这个建议 那像其他的专家 像韩国陈军管大学的Sam O教授 那也是iSchool的这个执行主席 等等这些同学们都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意见 所以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动力 然后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各位专家 跟他们联系 每个人都是毫不犹豫 非常给人的支持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特别感动 那么我们的学院的工作人员 像我们的雷廷老师 这个王迪老师 还有我的两位博士同学 黄雨婷和张俊 也做了大量的这个前期的筹备工作 那么同声传语那边的张老师 也给我们不断的沟通 知道我们怎么做这个事 说实话 虽然我们这个腾讯会议开过很多次 做我们也开过很多次 但是提供同声传语的 我们还是第一次尝试 所以各位专家也特别认真 包括做PPT 包括佐料 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些测试 所以呢 这是今天我简单的给各位来互动一下 我们会议的这个初衷打算和我们的安排 下面王老师 王迪老师 我的介绍完了 接下来请你来主持人 非常感谢黄老师对本次研讨会背景的简介 也非常感谢黄老师为本期研讨会的心情付出 下面我将那个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邀请到的各位专家 本次研讨会我们一共邀请到了五位我国原数据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来进行主持演讲 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萨蕾老师 萨蕾老师演讲的题目是原数据在中国图书馆政府信息资源建设中的应用 我们邀请到的第二位主持演讲专家是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数字人文专委会委员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夏翠娟老师 夏老师演讲的题目是从液构原数据方案到一体化本体设计 应用纲要在数字人文中的应用 我们邀请了第三位主持演讲专家是王志强老师 王志强老师是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高新技术标准化研究所副所长 王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原数据标准在科技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今天第四位主持演讲专家是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TCMI教育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黄如花老师 黄老师的演讲题目是原数据在中国教育机缘组织中的应用 今天最后一位主持演讲专家是国际知识组织学会理事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安璐老师 安老师演讲的题目是突发事件情境下社交媒体信息组织 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欢迎各位专家的到来 下面请各位专家老师保持摄像头开启 我将暂时结束一下屏幕供响 然后有请雷老师为各位专家进行一下截屏的合影留念 雷老师 好的 我这边目前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人的那个屏幕 我还没结束过想是吗 雷老师您应该可以调整一下 那个视图模式 视图模式调整成一屏九等分 然后应该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专家了 那不然我这里给大家截图那个截图合影留念一下吧 因为我这里已经操作完毕了 好吗 黄老师 好的 王老师请 因为王老师之前我们做那个GNCDR的会议的时候 他比较有经验 请你结一个 就不报告 好的 那我数123就各位老师看一下镜头 123 好的 已经结束完毕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配合 那下面我们进入本检讨会的主旨演讲环节 首先请萨老师 萨老师可以开始分享屏幕了 好的 稍等一下 嗯 点解销 点黄很多 啦 어 秦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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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谢谢主持人 首先感谢主办方提供了这么难得的一个交流机会 那么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中国图书馆 在政府信息资源建设中的一些实践 以及我的一些尚不成熟的思考 那么近年来国内图书馆除了对纸质政府出版物进行编布约览以外 还进一步开展了网络政府信息资源的建设 那么包括对网络政府公开信息进行采集整合与服务 还有对政府网站进行存档 另外还尝试性的开放了政府数据 那么下面我对原数据在这三种方式中的应用进行简单的介绍 国内图书馆对网络政府公开信息进行的整合是开始于2008年 那么当时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条例 把图书馆纳入到政府信息的公开体系之中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国家图书馆税先开展了政府公开信息的整合 到2011年 这个项目成为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也就是现在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子项目 那么开始采用全国公共图书馆联合建设的模式 那这也使这个项目成为国内公共图书馆 对政府公开信息进行整合的最大的项目 到现在为止已经建成了274个省市级图书馆分站 整合发布了772万条政府信息 在当时国外的政府信息源数据标准 那么主要是美国政府设计的GLS 以及由DCMI工作组开发的DC Garment 那么在国内呢 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制定的一些国家标准 图书馆对政府信息的编目 还基本上是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 那么下面我简单的想先介绍一下 DC Garment和国标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情况 那么DC Garment是以DC标准为基础 针对政府信息制定的应用纲要 发布于2001年之后再也没有修订过 它是在当时的DC的15个核心元素基础上 增加了一个元素叫读者对象 另外呢是增加了对日期等5个元素的限定 那么这个纲要它的优势在于 它很好的继承了DC元素就这种可扩展性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点 就是我觉得它对一些政府信息凑出性 其实没有揭示出来 它的就是还是更通用一些的标准 那么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是2007年发布的国家标准 其中第三部分是核心元素具 标准的规定了六个必选的核心元素 和六个可选的核心元素 用来描述政务信息资源的标识 内容管理等信息 而且它给出了核心元素具的扩展原则和方法 那么这个标准的优势呢 是它是在政府机构中具有权威性 弱点呢是它的标准中更多的是资源的描述 而且它缺乏对资源之间关联关系这种揭示 国图在立项之初是对各种元素具标准进行了调研 那么最后是决定在结合项目具体需求资源的情况 在DC元素具基础上 那么针对政府信息单独制定元素具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从物到有 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调整 那么日趋完善 目前以这个标准为基础的文化行业标准 叫网络资源元素具规范应用指南 政府信息正在制定之中 那么这条标准在制定的时候 我们遵循了三个原则 首先呢是以用户需求为首要原则 比如我们在标准中更加注重对信息内容的揭示 而弱化了用户其实并不是特别关注这种技术有参数的描述 那么其次为了资源能具有良好的共享性 我们是在制定标准的时候 最大限度的服用了DC的元素具标准 而且遵循DC的抽象模型中规定的规则 同时在保证通用性的基础上 我们充分考虑了政府信息和传统图馆馆藏 以及其他一般的网络资源的不同之处 那么在标准中增加了一些 能够体现政府信息特点的术语 收控词表也基本上是 以政府信息领域的词表为主要基础来进行构建的 那么从这个术语表中可以看出来 除了我们复用的DC的元素具标准的术语以外 我们还新增了时事日期、废纸日期、体材、发文字号、文种等 五个能揭示政府信息特征的术语 那么这套标准对信息资源组织 主要是依靠主题分类、体材分类、文种分类、三个分类构成的 多个维度的这个分类体系来实现的 那么其中主题分类 主要是使用了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主题分类 我们只是将其中的一个就是比较个性化的一个一级类 叫国务院组织机构改为更为通用的组织机构 公文文种呢是采用了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规定的 15种法定的公文种类 体材分类这块呢 因为各个政府网站上设置的体材分类的差异非常大 也没有比较成熟规范的分类 那么我们是结合资源的情况 单独制定了体材分类 那么这些是我们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 参考或者引用过的其他的成熟的政府信息标准 除了对政府公开信息进行整合以外 那么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框架下 国家图书馆还联合全国公共图书馆 共同开展以政府网站为存档对象的网络资源保存工作 国内一直是没有针对网站存档的专门元数据标准 那么我们在建设这个项目时候是结合了DC元数据标准 和文化行业标准里边的那个网络资源元数据 这是之前速度工程制定的一套那个专门元数据标准里边的一个 以他们为基础制定了以政府网站为描述对象的元数据标准 那么在这套标准里边 我们主要是考虑到了网络资源的特点 采用了中文新闻信息分类这一个分类体系 政府基础资源建设的第三种方式是开放政府数据 或者去对已经开放的政府数据进行整合 政府机构进行数据开放是始于2012年 那么那一年北京上海湛江三个开放平台上线 那么之后在国家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关要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账务信息系统 整合意识实施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的指导下 国内政府数据开放发展的突飞猛进 到2020年已经有130个省级副省级地级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 2019年开放的数据级达到了62801个 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制定了数据开放的标准规范 但是总体来说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 还是制约政府数据开放程度和效能的重要因素 目前在开放政府数据的原数据标准的领域里 W3C提出的数据目录词汇表 我们缩写是DVT是比较通用的 美国和欧盟的标准 都是由它演化而来的 这套词汇表W3C在2014年发布了第一版 2020年2月发布了第二版 证据推荐标准 DCAT在页面的简介上提出 它是定义了一个RDF词汇表 目的是促进外部上发布的数据目录之间的互操作性 那么DCAT的第一版 它是定义了7个类及属性 第二版定义了13个类及属性 那么我在页面上标识新增的 都是它第二版新增的类 DCAT它是附用了包括DC原数据标准 FOAF本体和RDF等多个词汇表 那么这就决定了这个标准 它是具有良好的互操作性 政府书记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 那么它非常重要 对国家来说是 对国家对公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未来图书馆需要也应该积极投入到政府数据开放这项工作中 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 国家图书馆与武汉大学合作进行了一个政府数据开放的尝试项目 这个实验平台呢是以我们已经采集的政府公开信息为数据基础 以CKN软件为软件基础来进行开发建设的 那么最终实现对不同格式原始数据的处理 项目是分别按照数据集数据机构三个维度来制定了原数据标准 那么主要是关注资源的描述和管理 另外呢是从主题群组机构三个维度构建了分类体系 那么其中主题分类是复用了政府公开信息的分类 一共是21类 经过半年的建设 那么最终项目建成了三个群组 82个机构 5128个数据集 前面我简要的为大家介绍了一下 国内图书馆主要的政府信息资源建设的实践 那么其中有的经过了十几年的摸索出现成效 而有的是刚刚起步 未来可期 但是应该看到图书馆政府信息资源的建设 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这也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综合考虑政府信息资源建设的情况 我觉得目前期待解决的问题是 是资源的整合度和开放度不够 首先对于政府公开信息来说 虽然我们把它整合到了一起 但是还是缺乏对资源内在的这种关联关系的挖掘 比如说还没有更好的去揭示 由公文的继承转发解读评论等行为形成的资源之间的关系 其次 政府公安信息 它还没有和政府出版物 答案文书等其他类型的政府信息资源进行整合 也没有按照资源内容和一些非政府信息 包括像政府的政府信息的衍生信息 以及租书官馆藏等这类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政府信息资源建设的几种方式 都是独立进行的 他们没有之间没有资源的这种共享 也没有资源之间的这种关联 那么其实这三种类型资源 它的这种建设只有互相融合相互支撑 才能更好的发挥各自的效能 最后就是目前所见的这个标准规范体系 其实并不完整 还缺少政府机构这一维度 那么政府机构是政府信息 政府网站和政府书记的建设主体 那么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果缺失了这一个维度 会影响整个标准规范体系的这种顺畅运行 那么未来图书馆要充分发挥原数据 在资源组织中的支撑作用 把各类型的政府信息资源 整合成一个完整科学的资源体系 为了加强整合和开放的力度 我觉得图书馆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 去寻求突破 首先在加强整合方面 我们要做这么几项工作 一个是在原数据标准规范建设的 原数据标准规范体系的建设的时候 我们要加强对政府信息资源功能需求的研究 基于实体关系模型来构建 于网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的基础方架 第二点是要加强应用于政府信息的知识组织工具的研究 包括建立政府机构的规范数据 建立政府信息分类主题一体化测表等 在加强开放性方面 首先图书馆应该积极去加强与政府机构的合作 参与到包括标准规范的制定数据的开放与服务等工作里面去 其次图书馆也应尽快的开展数据开放标准规范的研制 我们在这方面的研制可以以我们原来已经比较成熟的 像DCEP的标准 像网络资源源数据标准 还有集成性资源源数据标准来作为基础 去研发这种适用于中国政府数据情况和需求的开放数据的标准 那么最后应该尽快开展政府数据管理系统与开放平台的建设 这样就能在信息服务的基础上为公众提供更深层次的数据服务 那么我今天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夏老师 下面第二位主持演讲的专家是夏老师 夏老师可以开始共享屏幕了 好的 主持人王老师能听到我讲话吗 嗯 能听到的 可以 嗯 好的 那我就开始共享我的屏幕 呃 那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 好的 那我就开始了 嗯 那各位呃 老师 专家 尚务好 那我主要今天的话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这个 原数据 以及呃 在原数据之上店里的本体这种方法 在上海图书馆的这个数字人文中的应用 呃 那我想用上海图书馆的这个应用的一个情况 来作为一个案例 嗯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呃 怎么样从原数据方案到本体 那我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呃 首先要介绍一下就是上海图书馆这个数字人文项目建设的一个 基本的情况 其次的话就是呃 要介绍一下什么是应用纲要什么是原数据应用纲要和本体应用纲要 然后是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一个应用纲要 最后是呃 第三个部分是呃 怎么样从不同的这个原数据的应用纲要和本体用纲要到一个嗯 高层的互操作的本体的设计呃最后是想讨论一下呃 最后是想讨论一下呃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进行词表的重用和本体的 扩展 那首先是介绍一下上海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建设的一个背景呃呃 上海图书馆的话呃数字人文的建设大概是从2000呃2014年2015年这个时候开始的那么到2016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发布了第一个我们上海图书馆的数字人文平台就是我们的家谱知识服务平台 那么后来我们又陆续的呃又进行了呃档案以及古籍手稿还有就是呃跟上海的这个城市记忆相关的各种这个数字人文项目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嗯把所有的这些呃项目所产生的数据建立了一个开放数据平台 然后这是这个平台的网址那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呃基于这些数据还基于这个关联开放数据技术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数据向全社会开放并且呃呃一共举办了到今年为止一共是举办了五次的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 呃那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些方法 首先我们是用酷 URI 也就是说 HTTP URI 来标志和定位一切的资源对象 呃那么所有的资源他都是有一个在互联网上可以唯一标志和定位的这样的一个 HTTP 的 URI 呃其次是我们是将所有不同资源的不同格式的原数据记录转换成 RDF 的数据格式 那呃呃因为图书馆的原数据呃我们有大量的原数据的基础呃但是这些原数据的话呢 他嗯不管是描述家谱古籍或者是大案或者是呃一些电影呃音乐的资料的这样的一些原数据 他都是呃主要是从文献的角度但是因为我们数字人文呃这个服务的话 他要求是对呃内容的深度的整合所以我们呃在把原数据记录转换成 RDF 数据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从这个文献资源的内容当中还有呃呃从各种网络呃的开放数据集当中 又抽取了更丰富的一些语义数据来补充到我们这些原数据的 RDF 数据当中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呃向我们的研究者和大众提供更丰富的这种语义数据 呃呃在基础之上提供一些数字人文的研究工具来提供呃数字人文的研究的服务 呃呃那么呃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呃呃语义数据之后把它形成一个一个 这样的相对独立 但是又在数据底层 又是紧密连接的这样的一些 我们叫知识库 就包括人民规范库 地名规范库 还有历史纪念这样的一个规范库 以及事件库 还有各种历史建筑景点等等 这样的一些规范库 提供在网络上提供这个规范控制服务 以及数字人文的研究服务和开放数据服务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所最近这些年所建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库 那么在底层的话 主要是一些我们叫做基础知识库 基础知识库的作用 它是为了在不同的文献知识库之间 建立一个数据的链接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规范库 就把所有的这个古籍家谱档案 手稿还有就是电影音乐等等 这样的一些资源都链接起来 如果你在我们的人民规范库里面找到一个人 那么在这个人物的这样的一个页面上 就可以找到这个人物 在跟他相关的在上海图书馆的所有种类的馆藏资源 不管他以前的原数据格式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们在底层 在数据的底层都基于UI来把它都链接起来了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不同格式 不同来源的这些数据都整合在一起 用语义的办法整合在一起 而不是说只是把它放在一个数据库里面就行了 而是从这个从语义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是用了这个本体的方法 这边有一个图就是一个本体的一个抽象的框架 它是一个高层的互操作框架 这个高层的互操作框架 它就把原数据记录当中所有相关联的一些数据都链接起来 前面介绍了一下这个原数据和本体 在我们的上海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当中的一些应用 那么现在介绍一下怎么样从一个不同的原数据方案 怎么样从一个个别的具体的原数据方案 到一个本体应用纲要的设计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所处理的这样的一些原数据 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始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的加谱 它的原数据就是基于CM Mark 再加上一些自定义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加谱里面有普及D 有迁徙事件 有先祖迷人 这样的一些字段 在原来的Mark数据的标准格式里面 它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是在Mark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扩展 古籍的话 像古籍的话我们做的这个古籍的这个数字 联合目录和寻证平台 它所涉及到的数据的这个类型就更多了 包括就是我们上海图书馆的古籍的书目数据库 除此之外我们还整合了很多的古代的目录 比如说一些私家藏书目录 还有一些私人目录以及一些史质目录等等这样的一些目录 它的格式 因为它都是不同的年代 跨越了2000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它的格式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要把怎么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么比如说上海图书馆的数据库 就是古籍数据库 它也是基于CM Mark来编目的 但是很多的古籍目录就包括我们还从这个中国古籍总目 中国上本书目里面的这样的一些目录里面 又把它变成了一个结构化的数据 它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的话仅仅只靠原数据 Schema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那么还有我们的老电影 它涉及到的媒体类型非常多 有文本 有这个图像 还有老照片 有这个视频 音频等等这样的一些资源 它还有每一种资源 它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的 原数据的元素集 还有我们的这个档案 它的元素就更丰富了 我们有一个名人手稿档案的这样的一个库 在这个库里面 我们是零几年的时候 零四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左右 我们为12种档案类型 包括信函 照片 还有就是各种证书证件等一些实物 把它做了一个非常庞大的 这样的一个元数据的Schema 那这个Schema的话 它就是完全是用了这个DC元数据 DCMI 它所提倡的这种application profile的这种方式 当时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元数据方案 那么这么多的一个元数据的Schema 我们要把它在整个数字人文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 把它融为一体 所以我们就要用到了 就是不仅仅是元数据方案 那这里是我们整个名人手稿 的一个元数据方案的一个情况 当时这样的这边有一个表 就是我们当时制定的一个基于DCAP 就是DC application profile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元数据的方案 那这个元数据的方案的话 它包含了100多个属性 12种资源类型 所以的话 这个元数据方案当时因为是用的是DCAP的方法 所以它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但我今天的话 就用这样的一个元数据方案 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本体的application profile 就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这个本体应用纲要它的一个设计的方法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元数据应用纲要 它的一些定义 元数据应用纲要其实是DCAP在新加坡的年会的时候 提出来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 它应该是结合了与当时的语意网的一些方法 后来就成为我们这个行业 在具体的制定具体的应用的元数据方案的时候的 一个参考性的一个方法 方法论的框架 那么这个方法论的话 它后来就在语意网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也得到了一些发扬光大 比如说去年的 去年的这个DCAP的年会在韩国举行的 然后就有一个专门的session 就是来讨论各个领域的一些应用纲要的一些应用的情况 那么什么是应用纲要的话呢 应用纲要它其实是用来描述某一数据集的内容的结构的一个文档 它一定是一个有一定格式的文档 那么我们在用它的时候 更强调它是要一定是要机器可读的 就是它一定是经过形式化编码的 编码了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纲要 它才可以在机器世界当中得到更广泛的共享和重用 那么原数据应用纲要的话呢 它主要是用来定义原数据的元素和修士词 以及它的取值约束 通常是以XML schema或者是RDF schema来编码 那么我这边有个图就是说明了 要去为一个原数据的schema把它变成一个原数据的应用纲要 它的一些过程和规范 那么要定义一个原数据的元素的话 可以有这样的几个属性去定义它 比如说标签 说明文字 然后必备性 可重复性 取值数据的类型 以及取值词表的规定 这样的几个属性来定义一个原数据的元素 用这样的一个 这样几个属性来定义这个元素之后 然后就把它用XML schema或者是RDF schema 把它用这种机器可读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它能够得到这个机器的 让机器可以读取 就可以在系统里面被进行传输 或者是进行这个交换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的话 这个表就是去定义 这里有个例子去 当我要在名人手稿的这个原数据的应用纲要里面 去附用DC Terms的Created这个元素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去定义它 那么这个就是用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几个属性来定义这样的一个元素 它在名人手稿这样的一个原数据应用纲要当中 它是怎么样去应用的 那么同样一个元素 它在不同的应用纲要当中 它的这种必备性可重复性 甚至是数据的取值类型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应用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来进行定义的 那么定义好了之后 只要把它用形式化的编码语言 把它编码之后 就可以跟其他的元素据的应用纲要进行这个互操作 那么本体应用纲要是在元素据的应用纲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本体的应用 本体和元素据的 关于本体和元素据它们的关系 以前我在一些会议当中或者我的一些论文当中讲的比较多 那么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会后我们再交流 那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 只是说一下本体用纲要 它是主要来定义本体的类和属性以及取值约束 通常用RDF schema或者是OWL来编码 那么在本体用纲要中对类的定义是这样几个属性 就是要定义它的负类 就是它继承了什么类 还有它的标签以及说明文字 那么对属性的定义在一个本体 在一个本体应用纲要当中 可以有以下这样的一些属性来定义一个本体的属性 它的定义和取值约束 那么在上面有一些黑体的这样的一些属性的话 其实一般是比如说我想要附用一个已有的一个属性的话 那么我只需要把这个已有的属性 它的原始定义就是给它原样照抄就可以了 但是我要怎么样 因为往往一个属性它在其他一个已有的一个现存的词表当中 它定义好了之后 并不是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 那么我们就要用可以用以下四个红色字体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来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规范和约束 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我要在这个名人手稿的这个 本体用纲要中定义一个类和属性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定义的 定义类的话就比较简单 就是三个标签 然后定义这个属性的话 那么首先我要 因为我要 比如说我这里的举的一个例子是 Beep Frame 它的一个属性叫Held By 就是指一个单件 它的收藏者是谁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首先就引用了 就原样的引用了Beep Frame 它这个词表本身的一个定义 比如说它的域和范围 主要是Domate和Range 这个是引用了这个Beep Frame它的原始的定义 但是我要在名人手稿这个本体的应用纲要当中要 因为这个应用场景它是不一样的 我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定义 比如说这个属性Held By这个属性 它在Beep Frame里面 它在Range定义的 就是说它的取值 它要是一个Agent 那么这个Agent就包括机构 团体组织 个人 还有网络代理等等 但是在我们的名人手稿 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当中 我就直接规定 因为所有的手稿的收藏者都是上海图书馆 而上海图书馆它是一个机构 是一个Organization 所以我在这个应用纲要当中 我就对它的预期取值进行进一步的定义 我直接把它定义成这个Organization 但在这种定义改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定义的这个Organization 一定要是这个Agent的它的子类 这样的话就不会跟原来的定义造 跟原来的定义产生一个冲突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本体用纲要当中 定一个属性的时候 可以去用到的一个方法 但是在这个方法它有一个原则 就是你可以缩小这个范围的 缩小它的这个域的范围 但是你最终指向的这样的一个类 应该是原始的原来定义的 那个类的一个子类 这样就不会造成这个冲突 那么我对这个定义 对这个属性的定义完了之后 我就用一个Json Schema 这样的一个形式化的编码的方式 把它的定义固定下来 然后就是成为这个本体 就是名人手稿管本体应用纲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对所有的属性都像这样定义之后 就形成了一整个application profile 那我们定义好了这个手稿 按照本体的应用纲要之后 因为它是一个已经经过编码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application profile 发布到网上 发布到网上之后 我们用一个程序 把它进行一个可视化的展示 这样子的话就便于人读 那么同时这个经过编码的application profile 它同时也是在网上可以获取的 可以用程序去调用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非常便于在 不仅可以让人 让我们的研究者去参考 同时也可以让机器去读取 这样子的话就是便于共享和重用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用于自动化的数据验证 比如说我有一条数据 如果我的这个属性的取值不是一个机构 而是一个别的东西 那么这个数据就是不合法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读取 读取这个application profile 关于这个属性的取值范围的一个约束 来进行一个数据的 我们真实数据的一个验证 所以这个是本体应用纲要 它的一个好处 那么在同样的方法 我们还定义了这个家谱的本体应用纲要 还有古籍的本体应用纲要 以及这个上海记忆的本体应用纲要 那么定义了这么多的应用纲要之后 每一个应用纲要 它对同一个属性都有可能有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约束 那么怎么样让它能够融为一体 在一个整个数字人文的这样的框架下融为一体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本体的设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家谱手稿档案 古籍以及上海记忆的本体 它里面用到的哪些核心的类 它附用的哪些词表 这里有一个表格 在这个核心的类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其实有许多的类是共用的 其实在我们在设计这个本体应用纲要的时候 不是同时设计家谱手稿档案 古籍上海记忆的 不是同时设计的 我们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 我们是一个项目做完了 再做另外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本体应用纲要设计完 再设计另一个 那么在这样一个先后的顺序当中 我们在设计后面的本体应用纲要的时候 就要去注意到 不要和前面设计到的这个本体应用纲要产生冲突 那怎么样才能不产生冲突 就是用到我刚刚说的这种方法 就是我们用 用刚刚我那个图里面有几个黑色的 黑色字体的那几个类 让它保持一致 然后在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纲要当中 再进行具体的约束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它在这个抽象模型的层次 让它能够进行融合 那么这里这个抽象模型 就是把所有的应用纲要当中 就是共用的这样的一些类 把它建立了一个关联关系 建立了一个高层的互操作的抽象模型 那么这个抽象模型所起到的作用 就是把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元数据的应用纲要 而本体应用纲要变成一个一体化的本体 这个是所有的应用纲要当中的 这个 所有应用纲要当中所用到的类 那么其中的话有一些 就像这个粉红色的这样的一个 这些类都是共用的 比如说人的这个人 SHL person这个类 还有organization place temporal event 这样的一些类都是所有的应用纲要 它所共用的 那么其他一些不同颜色 就是它自定义的一些类 而这些自定义的类 跟一些高层的类 它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继承关系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用本体这种形式 把所有的应用纲要都整合在一起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就是重用 进行纸表的重用和本体的扩展 那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我们人民规范库本体的词表重用和自定义扩展的一些情况 那么人民规范库的话 主要是描述人物的 描述人物的各种基本信息 以及他的身平 他的社会网络关系 他的各种艺名 就是对他的名称进行规范控制 那么我们就附用了许多国际上已经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些词表 比如说Fulf里面 我们就直接继承了 我们定义了上海图书馆的person这个类 然后直接继承了Fulf person这个类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继承了他的所有的属性 同时我们也自定义了许多自己的属性 比如说中国人 尤其是一些古人 他有一些字号排行 在家谱里面的名称等等 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属性 那么这个是我们自定义的扩展 同时我们还附用了就是geo names 他的一些类 那么用附用的geo names 主要是为了描述这个人物的 他所跟他相关的一些地名的信息 比如说他的籍贯 他的出生地 还有他的这个生平大事发生地等等 那么还有就是附用了这个organization W3C的这个organization的一个ontology 里面的一个organization的类 那么也是继承了他 然后定义了我们自己上海图书馆 自己的organization类 那么还有还附用了一个叫relationship ontology 也附用了他其中描述人物之间关系的一些属性 这个是人民规范库的一个本体 它的一个词表的重用和自定义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的人民规范库 它主要的建设 它的建设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就是从我们在做家谱项目当中 就把家谱里面的人物都提取出来 比如说先祖名人 还有他的作者 重要的作者等等 这些人物都提取出来 放到这个人民规范库里面 那么在做这个手稿档案的时候 又把手稿档案这个文献的元素去记录当中的 这个手稿档案里面的人物 重要的人物也拿出来 也放到这个人民规范库 后来又有古籍的 有上海记忆的 还有一些建筑景点相关的一些人物 都放到这个人民规范库 那么这些人物的话 它的信息 它的最主要的信息 就是跟我们上海图书馆 非常相关的 就是它的文献的信息 那么这样的话 一个人的文献的信息 它就都跟这个人物关联起来 但是我们在做数字人文的时候 我们除了这个人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比如说生足年 然后籍贯 它的各种名称之外 还有它的各种文献之外 其实我们还要去关注 它的一些生平的大事 它的跟其他人物的一些社会网络关系 还有它的一些任职的经历 尤其是古人 它的一些升迁 就是官职升迁变化的这样的情况 我们都需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整合了这个数字人文界 非常有名的一个项目 就是中国的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就是CBDB这个数据库里面的很多的数据 那要整合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就对原来的人民规范库的这个本体 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 我们就主要扩展了两个 一个是对这个关系这个类进行的扩展 还有对它的这个事件这个类进行扩展 关系的类主要是为了去描述 它的丰富的人物跟人物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苏氏这个人 在CBDB当中 他就有700多条人物关系 那么这个人物关系的话 我们把它也整合到了 人民规范库当中 还有他的任职的经历也整合了进来 那么这个是对本体进行扩展 来融合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例子 那么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词表重用和本体扩展的一个方法 因为这个是非常的细节 非常具体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仔细的去解释 我想在这里请大家可以看一眼 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在提问的阶段 或者是在这个会后再进行交流 就是本体重用 词表重用和本体扩展的方法 那么这个都是一些 我在这个原数据的应用纲要 从原数据应用纲要的设计 到本体应用纲要的设计 再到一体化本体的设计的过程当中 所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和一些心得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问题的话 我就没有列出来 其实有一些我不能够非常确定的一些问题 也想在一些场合跟大家讨论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 我们可以会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那以上就是我的一个报告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上海图书馆所做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数字人文项目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上海图书馆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这个图吗 如果看不到的话 就在聊天区说一声 这个图的话 就是整个上海图书馆的数字人文项目 所建立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库 那么对这些知识库进行描述的各种本体词表 也都在这个网站上进行了一个公布 进行了一个公开的发布 还有许多的这个 就是如果你想要 你是一个开发者 如果你是一个研究者的话 那么你只你只需要去进这些库里面去浏览 去使用或者是来操控用一些数字人文的工具去操控我们这些数据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是一个开发者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去写一些程序来调用我们的开放数据的API来获得你想要的数据 那么这里我们还有一些研究的资料 包括我们的论文和PPT培训视频等等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 在这里的话 我还写上了我们正在建设的一些项目和规划当中的一些项目 那么其实从今年2020年开始 我们就已经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以前所有所做的所有的这些数字人文的项目把它整合成我们叫做上海图书馆历史人文大数据平台把它完全就整合在一起用同样一个界面向我们的组织者或者是研究人员提供服务 那么这个历史人文大数据平台的一个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我们是做了一个好几年的计划一个长期短期中期的计划 那么这个短期的计划的有个时间节点就是今年10月份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一个数字人文国际年会 就在这个年会上我们会把我们这个上海图书馆的历史人文大数据平台的一些新的进展跟大家分享 到时候也欢迎有兴趣的同行来参会 然后我们在这个会上会把我们新建设的这个平台里面的新的资源 新的数据新的方法还有新的技术等等 以前我们想实现但是没有去实施的一些技术和方法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今天的一个报告 谢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夏老师的分享 因为我们最后很想保留一些时间来进行提问 所以请后面做主持演讲的各位专家稍微注意一下 时间尽量控制在15分钟 好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第三位主持演讲的专家 王老师您可以开始共享屏幕了 大家能看到我共享的屏幕吗 都没有问题吧 然后你能看到 声音也可以听到 好的好的 好的 那么大家好 黄院长及会务组的心情劳动 今天呢 我演讲的题目是原数据标准在科技资源中的应用 我们知道科技资源的种类多 又有跨学科 跨领域 数量大 价值高等等 这样的一些特性 如何对科技资源进行这种高效的管理 一直都是科技界的一个研究重点 而原数据固有的特性 是科技资源管理的一个有力工具 研究原数据如何作用于科技管理 是意义非常巨大的 今天呢 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 首先介绍原数据描述的对象 就是我们的科技资源 包括它的内涵定义啊 分类啊 特征等等 第二呢 就是介绍一下科技资源管理的一些现状和一些问题 从而引出原数据是解决科技资源管理关键问题的这一有力工具 第三呢 是科技资源原数据标准化的一些现状 主要是介绍各个领域资源的原数据 第四呢 是介绍科技平台中科技资源原数据标准体系和一些最重要的标准 最后呢 是原数据标准的一些应用实践 我主要是从这个标准的这个这个层面进行介绍 首先呢 我们了解一下科技资源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定义科技资源 广义的科技资源呢 是包括一切可以直接或者经过开发之后 能够间接为我们科技研究和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价值的资源 狭义的科技资源呢 则是指科技活动中的一些人力物力啊 财力信息等要素及要素的组合 根据不同的分类呢 可以资源可以有不同的原则呢 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比如按照它的这个存在的状态 可以分成实物资源和信息资源 按照它的功能可以分为工具类的材料类的保障类的 按照它的管理范畴可以分为专用类的公用 公用类的 按照它的数位方式呢 有免费的基于成本的以及基于盈利的 等等这样的这样的一些可以资源 按照要素类型分呢 分成财力 人力 物力 也就是实物 以及信息资源 目前呢科技也常用的存在方式第四种 就是按要素的分类 相对于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 科技物理资源 也就是科技实物资源 以及科技信息资源 更是我们业界研究的重点 在此次演讲中 所说的科技资源都是指这两个类资源 据来说 科技物理资源包括实验观测仪器 资源和这个自然科技资源 像大型科技仪器啊 实验研究基地 以及计量检测机标准 这些都属于实验观测仪器类 组织资源 标本 实验标本资源 实验材料 标准物质 这属于自然科技资源 科技信息资源 包括文献资源和科技数据资源 像科技报告 图书文献 科技论文 标准文献等等 这都属于科技文献类的资源 像各类的观测科学数据 计算数据 实验数据以及记录数据 这属于科技数据的范畴 通过研究科技资源的 这个内涵及分类呢 我们也一般得出 科技资源有一些这样特点吧 第一呢 就是它的类型繁多 领域多样 现代科技技术本身 就是一个高度细分的领域 其中呢 子领域的关注点 和具体的研发方式 也不一样 则就导致了 对应的科技资源 在外在形式 格式 语义都不尽相同 第二个特点是 规模海量增速极快 近年来啊 我们国家政府呢 高度重视科技资源的发展 人力物力财力 投入非常巨大 结果是各类科技资源 处于数量上的紧非状态 达到了海量的级别 第三是价值巨大 增值进墙 科技资源是 科技资源是具有科技价值的 能够对科技活动做出贡献 科技活动呢 是这个科技价值 开发和转发的过程 在过程中呢 也会不断的增值 第四个特点是 长期稳定 动态更新 科技问题的稳定性呢 也决定了科技资源的稳定性 同时像海洋啊 气象啊 天文等等这一类 需要动态更新的 科技资源呢 也对它的实施动态 更新进行了这个 新的要求 随着我国科技投入的 不断增加 科技资源迎来了空来空间发展 同时也存在了一定的问题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科技资源的体系 已经初步建成了 但是呢 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第二呢 就是科技资源的宏观管理 和统统协调呢 已经随着这个 这个科技资源的 这个不断推进呢 已经进行的很好了 但是呢 也存在着这种资源的分类啊 分散啊 监管虚化的问题呢 也是没有得到一些 根本性的解决 第三呢 是科技资源整合共享 这个程度呢 这个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效 但是资源也还存在着一些 重复了重复的现象 冲突的现象等等 最后呢 就是从标准化的角度 科技资源管理 以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的 标准化问题呢 已经已经取得突破 比如我们建立了相关的 标准化的组织 然后也制定了一批 标准化的这个 科技资源的这个原数据标准 像资源源数据 服务源数据 生态 还变成领域的生态啊 机械等等这样的一些 原数据 但是呢也是存在着 这个体系上不上不完善的问题 呃 原数据呢 我们都知道是关于数据的数据 它产生的背景 就是为了解决资源的 发现检索管理等等这样的问题 因此呢 原数据是非常适用于 科技资源管理的 首先呢 这个原数据包含科技资源的 一些这个信息对象的 位置方面的信息 由此可以确定我们 信息资源的位置所在 能够解决科技新科技资源 这个发现定位的问题 第二呢 由于 科技资源原数据 可以为用户提供完整的 数据及信息 等于一些内容和位置 表述信息 能够为用户提供多层次 多渠道的检索 检索手段 便于 用户对信息的这个存取 和利用 它能够解决 科技资源 查询检索的问题 第三呢 原数据是在 异构数据库中 找到科技资源的 一个重要途径 原数据的使用呢 也有利于 用户对科技资源 跨部门 跨平台 跨领域 这种整合以共享 最后呢 原数据对科技资源的权限呀 定型的接触和描述 然后还提供了一些 管理的工具 比如说它的一些 限定性的这种管理啊 能够提高整个 科技资源的管理效率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科技资源 呃 原数据 标准化的情况 这个呢 是国际上常见的 这个 呃 科技资源 原数据标准 我们都知道 都波林核心原数据 是在动用层面上 最为重要的 呃 原数据标准 跨领域 跨平台 这种扩展性强 是对于特定的呃 科技资源 其实用性 还是相对 较弱 与 都波林核心原数据 标准不同呢 国外的这些 研究机构呢 也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 提出了 针对性的 原数据标准 其中比较代表的是 面向地理的这种 FGDC 以及ISOTC R211 这个 这个新奇的原数据 面向生物多样性的 达尔文核 面向生态学的EML 面向气象学的CIF 以及面向人文 社会科学的DDI 这些原数据标准 具有极强的 领域针对性 在元素设计方面 具有鲜明的 专义特点 这是相关的英文 目前呢 我国已经建立了 科技资源原数据的标准 其中呢 就是以这种科技平台 系列原数据 中国中科院的 这个科学数据库 核心原数据 以及各组资源的 这种信息原数据等等 有这种15个 比较典型的 原数据标准 这是我做了一个 简单的这个列 下面呢 我就重点介绍一下 为了满足 我国科技资源 国家层面的一些管理 科技部 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中心 指导制定的一系列 重要的科技资源 管理的元数据标准 包括它的体系 和一些重点标准 首先呢 是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科技资源 标准化的 这个管理组织 国家级的科技资源 管理组机构呢 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中心 在平台中心 和标准化研 等机构的努力下呢 我们在2009年 成立了 全国科技平台 标准化基础委员会 科技平台表委会呢 是在科技平台 以及相关 科技条件 资源领域内 从事全国 全国性标准化工作的 一个非法人的 技术组织 负责科技资源 管理领域 全国标准化的 技术恢复工作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 科技资源 原数据的一个 标准体系 包括四类 非常重要的标准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原数据的 基础标准 像我们原数据的 这个标准化的 原则与方法 我们怎样 制定原数据标准 怎样从这个 众多的数据中 提取原数据 还有呢 像这个科技资源 原数据的注册 管理这种都是这种 基础类的标准 第二类标准呢 叫做内容类的标准 这个呢 是我们标准体系的 这个核心和重点 包括资源的原数据 服务的原数据 用户的原数据 以及相关的 管理的原数据 第三类呢 是原数据的 汇交标准 包括原数据的 汇交流程 原数据的汇交报纹格式 等等 最后呢 是原数据的 这个查询检索 这四类标准呢 实际上是一个 互为支撑 涵盖了科技资源 原数据管理 全生命周期的 这个全过程 共同构成了 科技资源 原数据标准体系 这是重要的 科技资源平台 原数据标准 刚才我们提到了 四类标准中 在这个表中 都会有所体现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这个科技资源 核心原数据 后面还会有 这个详细的介绍 下面我介绍一些 重要的这个 科技资源 原数据的标准 首先介绍呢 这个原数据的标准 画的基本原则 与方法 这个标准呢 是一个基本标准 是各类原数据 各类原数据标准的 一个基础 这是它的一个封面 和它的目录 重点说一下 这个它的一个 三层模型 核心原数据 它是包括三层的 一个是核心的 一个通用的 一个专用的 这样一个三层结构 其中的核心原数据呢 是任何原数据的基础 是科技资源的 一个最小的原数据集 通用原数据呢 是在某个领域 各类资源的 一个通用描述 比如刚才提到了 科学数据 科技文献等等 这样一些 比较重大的领域的原数据 专用原数据呢 则更为具体 是某特定资源的 这种基本信息 比如在科学数据下面 对中技巧科学数据 人口健康科学数据等等 通用原数据呢 是包含了 包含了核心原数据 但新建的原数据 不应该与核心原数据 相冲突 专用原数据也类似 但是新建的原数据呢 不应该与 通用原数据冲突 我们也提供了 相应的扩展原则 这是第二种化的 一个具体的流程 时间关系不一一细说了 这是原数据 扩展的一个方法和流程 这是一个 这第二个标准 是非常重要的一标准 就是我们的资源科技原数据 这个标准呢 描述了科技平台资源 最基本的信息的 一个原数据的最小集合 这是它的封面和目录 这个标准呢 是包括了七个原数据元素 和两个原数据实体 分别是这种 比如说科技资源的 这个标识服务 它的名称 它最近 它提交的日期是什么 然后呢 通过什么方式 进行描述 描述的力度 还有包括这个 相关的这个关键词 用于检索用 然后呢 它的访问限制 它是 是完全访问限制 还是有些安全方面的限制 以及我们 信息资源的这个链接地址 同时呢 也包括两个实体 一个就是它的提交机构 另外一个是资源的类别 这个标准呢 是我们对 都柏林核心原数据的一个检材 起初呢 我们设计的事宜 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有19项原数据元素 四个原数据实体 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呢 由于科技资源 本身的复杂性 特别是它这个种类的繁多 量也非常大 不同类型的 这个科技资源呢 很难用一个统一的原数据去描述 因此呢 其操组对原数据的内容 进行了检材 形成了目前的 这样的一个7加2的模式 同时呢 也由于这种大数据啊 互联网啊 云计算等等 这样一些新兴趣旨的发展 科技资源的 也也有一些 这个新的新的形态 目前呢 这个科技资源核心元素据呢 已经不能够满足需求 该标准呢 也正在修订 增加了诸如资源的全数啊 资源的这个多维分类 等等元素据的一些 元素或者实体 在资源核心元素据实施过程中呢 我们也发现了 科技资源大部分都是 通过科技服务的方式 进行开发利用 开放共享 和其资源整合的 因此呢 在资源核心元素据的 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又开发了 相关的服务核心元素据 这个标准呢 是规定了 平台服务核心元素据的 这个描述方法 其具体的这个数据值 数据内容 相关的这个扩展规则 所谓一致性的要求 也包括 其个元素据元素 和两个实体 像这个服务的名称 服务相关的这个关键词 发布日期 内容描述 访问限制等等 包括它的分类啊 以及这个分类方 封方的信息 这些实体信息 故意吸出了 还有一类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 元素据的注册 与管理 这也是一个基础的标准 只有通过注册的方式 才能够实现 元素据的这种质量控制 流通控制 产出控制 进而实现元素据的一种高效管理 这是标准的结构 这个标准呢 是规定了元素据注册过程中 涉及到的一些管理方啊 注册方啊 提交方等等各类的角色 及他们的职责 也规定了元素据的分析收集 质量审核入库 发布等等具体的这个注册流程 规定了每个环节的输入和输出 这是一个具体的流程图 规定了每个阶段 特定角色的一些具体的工作 入库的元素据呢 是要通过绘交的方式 逐局将元素据提交到这个上级机构 或者是为了实现不同元素据 机构之间的这种 对于元素据的存储交换 因此呢 就需要设计元素据绘交的一些报纹格式 这就是我们元素据绘交报纹格式 这个设计规则这个标准 它主要是基于这个XML的 这种报纹格式的一个规则 包括报纹的结构啊 它的映射的规则 就是元素据映射为XML schema的规则 以及schema的一些设计的规则 并且给出了这个绘交具体的一个报纹 报纹schema 这是这个报纹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有报纹头 报纹体相关的报纹尾 然后呢 这也是相关的这种元素据元素 如何映射成了这个XML的schema的一条 一条这个规则 这是一个具体的报纹这个节点构成 最后呢 介绍一下这些元素据标准 在我们这中间的应用 科技资源元素据系列标准呢 首先是应用于各类经过认定的国家级平台 这个呢 是20个科学数据平台 像海洋气象地震 微生物 基因组学 生态科学等等 这样一些国家级的科技数据中心 这是相关的英文 另一类应用对象呢 就是国家级的种植资源库 像植物 农作物 林草 林草 林荷 化石等等 这样的一些资源库 同时呢 这个科技资源 共享呢 是我们这个共享网呢 是我们这个科技资源元素据标准 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 目前呢 我们已经实现了 600多二份的科技资源元素据的 汇交整合共享 查询检索等等 这样的工作都汇交到这个 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 这个网站上来 为了使元素据能够高效 高质量的应用于 刚才说到了各类平台 以及门户网站等等 我们也开发了相关的 株子管理系统 像这个包括了 什么用户注册登录模块 元素据的这个注册管理模块 元素据的这个标准的审核模块 投票模块 应用户管理模块 等等几大工程模块 这是他的一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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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内容呢 我就稍微节约一点时间 我就少讲一点 这样呢 我们后面还能有互动的 这个机会 我的报告呢 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讲我们国家 教育信息资源领域 标准的制定情况 第二个呢 就是这些标准的应用情况 由于这个标准的制定情况呢 它牵涉到一些比较 这个技术性的问题 这部分呢 我准备少讲一点 可以说我们国家 最近十年 特别重视 教育资源领域的 这个标准化的建设 我查一下相关的这个文件哈 12年 我们的教育 十年规划 就是2011到2022年 教育信息化 规划当中呢 就特别指出 要加快标准制定的步伐 完善教育信息化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体系 所以可见 这个我们教育资源里面的标准 不止一个 而是要有个体系 既包括行业标准 也包括这个国家标准 因为这两个标准 它的应用范围是不一样 同时呢 还希望通过这个标准 来促进资源供建 工想和软硬件系统的 这个互联工中 这是12年的这个文件 那么到16年 我们在制定教育信息化 十三五规划的时候 再次提出 要加快制定 数字教育资源 相关的标准规范 那么完善多机制 多图进 整合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制度 为什么这个时候 要去多图进 整合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国家从 21世纪初就开始建设 国家精品课程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那么到14年开始 又建立爱科政网这个平台 建立国家精品开放在线课程 那这一来呢 国家级的各类精品的 这个在线的课程 就有几万门 那这些课程 如果要很好的去利用 就一定要去通过标准 来促进他们的这个共建共享 所以在这两个信息化 规划的这个要求下 那我们发现这个教育部 在17年 立即出台了三个标准 这个那么我们看出来 这是教育部出台的这个行业标准 那么包括这个信息模型 FCM绑定和实时指南 特别是这个实时指南 我觉得是有助于后面的 这个教育资源源数据的应用的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如对这些标准去展开 各位可以从教育部的网站 找到这三个标准的原文 其实都已经下载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的形式 就像刚才王老师 所给大家展示的这种标准的形式 它都是PDF版 比方说第一个标准 它有24页 那么包括封面啊 什么目录什么都特别清楚 所以呢 这里我就不讲了 那除了教育部之外呢 其他的与这个教育资源 利用相关的一些 一些国家的部委 也出的标准 比方说国家新闻出版 广面总局 也在17年出版了一个标准 那么叫中小学数字教材的 原数据标准 这个原数据标准的出台 是希望中小学数字教材 和电子层书的标准相一致 这样的话也促进中小学教育资源的这种整合和利用 那么我们最高级的标准就是国家级的标准 就是国标 那在教育资源领域呢 我们发现已经有三个国标 这个左边是这些国标的名称 我就不读了 那么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组局呢 因为这个是国家标准和管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国家的部门 也是为了对这个标准的质量进行控制 也是为了提升它的质量 我还发现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这个国家 那少数民族呢 它通常除了汉语之外呢 还讲他自己的这种民族语言 所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它出台了一个双语教学资源库的这个资源源数据 就包括这个汉语和维吾尔语 那么从我们现在已经发布的教育部的标准 新闻出版广电组局和国家标准 以及这些地方标准来看呢 其实我们国家教育资源领域标准的制定呢 我觉得还有空间 比方说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国家标准最早的是08年 那么最新的是18年 其中呢我们看到的这个 比方说这个元数据的这个绑定规范 我们刚才发现的教育部的制定的时间 是行业标准是17年 而这个国标是13年 那其实这些国标还有在更新的一些空间 另外的话呢 我们发现这些国标当中 还没有这些教育资源元数据的实施指南 其实实施指南对我们这些标准应用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一个有更新还有一个新增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任务 因为刚才我们注意到教育新计划的这个规划要求是标准规范的体系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标准 另外的话呢 因为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那除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外 其他的很多少数民族也有这样一种双语资源共享的这种需求 所以呢 其他的语种是不是也有少数民族的语言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元数据制定的这种需求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调研 然后呢 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可以再新建那样的标准 同时呢 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 我也对照了这个Dublin Core 它的一些核心元素 以方说教育部做的这个核心级这个元素的这个存在图 主要是为了描述基础教育资源的这个 它的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 左边是Dublin Core的15个核心元素 右边是我们教育部的这个标准 它的核心级的元素的存在图 其中呢 我把两个做了一个比较 这个标凡的部分 就是跟DC核心元素是一致的 当然我们还发现有一些没有标凡的 比方说meta metadata 原元素 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 那还有一些这个分类系统 因为我们通常老师和学生都希望从 比方说语文数学英语从学科名称 再去找这些资源 所以呢 这也是结合中国的特色 分类系统 因为这个层状固的比较大 所以呢 我这里和Dublin Core相对应的只是一部分 那下一页 我想给各位看一下更完整的一个部分 右边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左边呢 是另外一部分 那么我们的分类系统刚才在右边比较下的地方 我把它移到这里来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 像这个地方 Rise和relation 这个都是在Dublin Core里面有的元素 但是我们注意到有这样一个 就是个评价 因为我觉得这个评价的元素 这也是中国特色 它有助于我们的这个 教育资源的利用者 去了解它的质量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要去利用 尤其是现在在线的课程越来越多 除了国家级评选的这些精品课程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课程 虽然没有入选国家级的 但是它其实是非常好的资源 在原数据 在这个教育资源标准建设过程当中 除了这个原数据元素的确定之外 还要介绍到这个原数据元素的描述的方法 我也比较了我们国家这个教育资源 原数据的描述方法 它的原数据条款之间的一些比较 两个做些比较的我发现完全相同的 只有这两个 其他的有的是类似的 有的或者说差距比较大 因为这个技术性特别强 因为我们很多可能听众 不是特别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如果有心 在进一步的去比较 我们准备写一篇这样的文章 现在这个大纲整体的文章的思路 我们已经出来了 由于是这样的我们细讲 同时我还要说的就是 由于Dublin Core相关的这个国际标准 也在不断的升级换代 那么相应的我们各个领域 包括我们教育资源领域 这个原数据的中国的这个标准 其实也应该去参照国际上标准的 这个最新的动态来做一些更新 那么Dublin Core的这个 大家看这相关的两个最新的标准 17年19年 他们都有些变化 比方说19年的这个标准 他就把原来的这个元素的这个数据 这个elements 这个元素改成这个权 改成这个属性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细节特别多 所以我们只是在这里做一个提示 那么Dublin Core 原数据元素它的这个术语当中也有很多变化 那么它的网页上讲的这些变化在哪里 右边的下边是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这个解释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一个个的解释 好 这是我要给各位汇报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中国教育资源原数据标准的应用情况 其实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原数据标准的应用情况 它不太容易 那么我们就想到有一个可行的方法 就是看我们国家级的这个教育资源共享的平台 它是怎么使用原数据的 为了了解这个问题呢 我就登录艾克成网 因为艾克成网是教育部建设的这个这个平台 那么包括木科呀 基底资源共享课等等这些课程 在这里面都能够找到 我就首先看看它的浏览的页面 大家看这个浏览的页面 它从学科的角度 教学目的 然后呢 开课的院校 热度 新颖度 这个课程的认可度 还有课程状态 就是那现在是不是还在开 等等 这些方面 来方便我们用户去从相应的类别当中 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课程 比方说我从学科的角度 假设我现在想学好外语 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两位同传的这个老师的这个水平都挺高 而且我觉得听的特别舒服 那么比方说我现在我们想学这个外语可以在这个当中去找 那还有呢 比方说想找某一个大学的 我想找咱们武汉大学开设的这个课程 在这里可以找 那么每个下面呢 它就在进步的展开 你包括这个学科下面有更多 教学目的下面有更多 学校下面也是有更多的 这两个呢 也是很有意思 它的热度就是可以看出你这个课程受欢迎的程度 比方说我们做一个老师 我自己开课 我想知道 是不是受欢迎可以在这里面去了解 那么这个新领度其实就是按照上线的这个时间来排序的 比方说我在这最新上的课程当中 看看有哪些我需要的 这个认可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这个课程评价的一个指标 看你这个课程有没有来到五星的评价 好 这是第一 那么下面呢 我就想就其中的某一门课程 我看看 埃克真网 它是用了哪些元素去描述 也就是我自己 讲的这门课程 信息解锁的这个目课 那么这个课程 大家看 这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图标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它所属的学科 是在放的管理学下面 然后呢 这里我们有一个 这个播放的一个宣传视频 这个地方就是参加的人数 我们有时候可以从参加的人数来看这个课程的这个质量 当然呢 评价一个目课 它的质量的好 除了参加人数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质量 就是捷克率 就是有多少人愿意陪你玩到最后 这个愿意最后学到 学完有这门课程 有的可能刚开始选了后呢 并没有去学完 这个教育从17年开始停什么呢 17年18年 平完了 19年结果还没出来 那下面这个里边 开课的次数 时间和学期 开课的次数 我这里看到我们是第12次学期 我们从14年开始 每半年开一次 然后呢 时间是 这个是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 我们是每年的2月份到6月份开 9月份到12月份开 所以大家看显示的目前还没有开 我们是准备9月6号开吧 所以那么就是参加人数 我们7000多人 这个地方就是课程的评价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有2600多评价 多条评价 是不是五星的 我们点开这里就可以看到 特别感谢各位学员的这个信任 给了我们五星的这个评价 那么我也经常看这些评价 包括这些学员们 觉得我们课程有点改进的空间 所以这对无论对于 我们选课的人 还对于授课的老师 甚至对一些课程的这些 比方说教育部 他要评这个精品课程 他都是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那么这个授课的院校 授课的老师 这个地方是对课程的介绍 课程搭纲 我觉得这两个 如果我们老师要做目课的话 这两个是特别重要 可以吸引别人来学你的课程 然后知道你究竟要讲什么东西 那有的课程他需要一些前期知识 比方说我们这里讲到 你要学好这门课 还要具备哪些知识 那证书的要求 因为我们这门课合格的是可以拿证书 如果你达到优秀 还可以拿优秀学员证书 这优秀学员我们是有奖励的 这样也激励大家更好去参与 然后就是这个联系方式 所以从这个页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 某一个课程的页面 他在描述的元素 其实还挺多的 那这些元素呢 其实我们可以跟这个 周波林库的一些元素相比较 那虽然他不是一对的 但是其实可以 间接地找到一些映射 比方说我们这里这个授课老师 他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责任者 对吧 那么如果还有助教啊 还有其他的人 那可能是其他的相关的这个贡献者 那么课程名称其实就是我们的title等等 那么像这个课程评价呢 其实就是像他有这个包括课程评价 课程概述和 这个都可以在description下面 这里呢 我就不易的去对应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哈 就是国际上 这个开放教育资源发展越来越快 尤其是随着这个新冠疫情的发展 大家非常重视 那么UNESCO呢 就提出了一个开放教育资源 共享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那么从3W和一个GH GH是怎么去管理 那么H是怎么去管理方面 那么他们是时间表是指出 2020年组建这个动态的这个联盟 然后呢 后面近5月份到6月份 建立这个咨询委员会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反应还挺快的 比方说联合国教育文组织 做了这样一个倡议 那我们4月份 我们国家 不是这是我们国家去年 去年发布的这个木刻的行动先言 因为我们的木刻其实非常多 所以呢 现在希望这个木刻来去共享 所以呢 这个共享是要去有些机制体制 那我觉得我们的标准的问题 原数据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之一 所以呢 我们做教育资源 原数据的研究和它的研知 也是符合国家的战略需求的 我刚才讲到的就是 这个国际上的这种趋势 那我们国家 其实教育部几年前就是准备 要建一个英文版的 这个我们的木刻平台 那么今年4月份再重新提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正好是呼应 UNESCO刚才提出了这个建立动态联盟的 我们发现我们国家这个课程非常多 你想今年上半年就开设了将近100万门 开了700多万次 那么这么多丰富的教育资源 真的是要共享 要开放 那就迫切需要我们的原始局和相关的标准的建设 我们也看了一下国际上一些平台 比方说世界上木刻的三驾马车 Casero EdX和Udacity 我们发现这三驾马车当中呢 在原数据方面做的最好是EdX 所以我们也看了一下它做的情况 大家看到这里它的罗兰的页面 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 学科合作伙伴 正是我们刚才所看不到的将军项目 这里没有这个水平 好像我们那个木刻平台没有显示 像这个语言 因为它是一个面向国际的 所以它有这样一些浏览的途径 那么它还有这个检索的功能 也是比较好用的 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它某一门课程 它的一些页面 某一门课程的页面 从原数的数量来讲 可能还没有我们的这个多 但是有一些 就是可能是学习者比较关注的 比方说我关注我学了以后有什么成效 我能够获得什么技能 然后呢这个像我们的课程 如果以后像国际开发的话 还是要注明这个语言 对吧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要对我们的安科之网的这个原数据的利用 提出什么建议的话 我觉得这些学习者很需要的一些信息 那我们需要增加这样一些原数据的描述 那么还有这个用户的评价 这个是和我们的安科之网是类似的 也有信息标识 也有评论的这个文字的内容 我想呢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要跟各位汇报的就这么多 最后呢我就想呼吁一点 因为随着这个国际上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 尤其是这个开放教育在近年的净分之发展 这些大量的优质的教育资源需要开放共享 所以我们的原数据是过去需要 当然相关的其他的标志也更需要 因为我们是一套标志题 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个领域的人都来携手合作 来做好这个事情 我的汇报就到这了 下面我就是停止共享 好的 感谢黄老师 等一下我这个共享的这个评论又 好 共享请 最后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位主旨演讲专家 黄老师您可以开始共享屏幕了 好的 谢谢王老师 老师和同学大家好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中国原数据发展的研讨会 我是来自武汉大学的安路 今天我向各位专家和同行汇报的题目是 突发事件情境下社交媒体的信息组织 那么我的汇报呢 包括四个部分 首先是突发事件情境下社交媒体信息组织的框架 然后是关于社交媒体信息的原数据复制 社交媒体信息资源的关联 以及基于原数据的社交媒体的信息分析 首先我们看一下We are social 与hood suite发布的2020全球数据报告 据报道呢 目前超过45亿人在使用互联网 而社交媒体的用户呢 已经突破了38亿大关 那么我们知道在突发事件的情境下 社交媒体是能够获取和发布信息的重要来源 因此呢我们想探索一种有效的契合突发事件特征的原数据信息组织方式 利用相关的原数据标准 自然语言的处理技术 以及合适的资源关联方法 来提出突发事件情境下社交媒体的信息组织架构 用突发事件的相关微博来演示这个方法 揭示用户与微博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里呢我们提出突发事件微博信息的人数据描述框架 它包括四个类别 首先第一个类别是信息来源 它包括的人数有微博的发布者 发布者的认证信息 这条微博的其他贡献者 微博的URL 以及发布这条微博的终端 第二个类别呢是关于信息内容 它里面的元素有微博的标题 摘要、关键词、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的类型 涉及到的行为类型、动机、参与者、结果以及关联资源 第三个类别呢是关于信息的形式 例如这条微博发布的时间 它是否包含图片、视频、所涉及的语种等等 第四个类别呢是关于信息的影响力 例如这条微博的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等等 那么其次呢 我们需要给社交媒体信息的元数据进行复制 我们以检索词的方式来搜索 微博上的突发事件相关信息 接着来汇总检索词对应的URL链表 用数据采集软件、比如发索语来采集信息的发布者、发布者的认证信息、发布的时间、博文的URL、博文的内容、图片、视频、来源、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等等相关信息 这张图显示了突发事件、微博信息采集的流程 从事件的选取、提取检索词、收集URL到采集各个博文的人数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对这个原数据的原数值进行提取呢 我们主要有四种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对应于采集的数据 例如对于微博的发布者URL、终端、发布时间、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 那么这些原数的取值呢可以直接获取 第二种呢是可以利用Excel表的功能来进行提取 例如这个微博用户的认证信息、微博的其他贡献者、微博的标题、事件的动机、关联资源的用户 以及它是否包含图片、视频 这些呢我们可以用Excel的功能进行提取 第三种呢是采用自然语言处理的程序来进行提取 例如微博的摘要、关键词、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的类型、行为类型、参议者、结果等等 我们呢需要用一些自然语言的处理程序来进行提取 最后呢是针对语种这一类的元素呢 那我们是通过人工标识的方法来获取它的元素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博信息资源的关联方案 那么我们在提取了微博的元素据的元素质之后呢 想揭示不同的微博条目在这些元素质、元素质上面的关联 并对微博进行关联聚合 比如同一个发布者他发布了哪些微博的条目 同一个时间发生了哪些事件 与某个突发事件相关的微博有哪些 那么微博的关联聚合呢我们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不采用元素质的方法 直接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与挖掘的技术 抽取提炼微博主题等核心内容 第二种呢是我们采用的方式就是基于微博的元素据 或已有其他已经揭示微博特征信息进一步的处理 例如计算、相似度、数值匹配、特征分类等等 来实现微博的关联聚合 例如对于第一类的元素 微博的发布者、认证信息 其他的贡献者、事件发生的时间、类点、类型、行为类型 微博发布的时间是否包含图片和视频 那么针对这些元素呢 我们可以采取值匹配 根据这些微博在这些元素值上面取值 如果它比较相同的话 那么可以直接找到相关的微博进行聚合 第二类元素呢 比如说微博的标题、摘要、关键词、动机、参与者结果 那么这一类元素的取值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与一相似度的计算来找到相关的微博进行聚合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基于元素据进行社交媒体信息的分析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一些新的元素据的元素 比如我们想测量突发事件的另一相关者的主题影响力和情绪感染力 我们以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略同事件为例 以三种颜色红黄蓝略同 这三个词为事件的检索关键词 在新浪微博平台上去收集微博数据 时间范围是从17年的11月22号到12月1号 那么这些微博数据呢 包括原始的微博、转发微博及其转发评论 微博的被转发数、用户之间的转发链路 以及参与用户的认证信息、标签以及个人简介等等 那么收集了大约20多万条以上的数据 然后我们就来生成内义相关者的主题传播图谱和情感传播图谱 首先我们看主题传播图谱 那么这张示意图上面中间的核心节点 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微博用户 它有ABCDEF这样几个邻居用户 表示他们转发了这个核心用户 他所发表的微博 于是他们之间构成了转发关系 有一些连边 这个连边的粗性呢 表示他们之间的转发关系的密切程度 如果说转发了很多微博 那么这个线条会比较粗 那么这个节点的颜色呢 将会显示成利益相关者的类型 因为这是一张示意图 暂时还看不到不同的颜色 然后节点的大小呢 表示节点的粗度 因此是这个核心节点 他有多少个邻居节点转发了他的微博 那么节点的标签呢 是这个用户所关注的主题 我们后续呢 会用主题建模的方法去抽取 每个用户所关注的主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如果这是一张情感的成果图谱 我们仍然是用用户之间的转发关系 去构建这样一个图谱 用户呢 在这上面用节点来进行表示 然后节点的颜色呢 是用户的情感类型 比如说高兴 悲哀 愤怒 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来进行表示 节点的大小呢 表示用户的情感强度 比如说非常高兴 情感强度达到9 那么这个节点就会比较大 有一点点伤心 那么这个情感呢 比较弱 所以呢 用一个比较小的节点来进行表示 然后节点的标签呢 是这个用户所属的 另一相关者的类型 然后接下来我们提出四个新的指标 来测量不同令相关者 它的主题传播与情绪感染的影响力 第一个指标呢 是主题的初度 它是在主题的传播网络当中 去测量于核心节点 相连的节点当中 有多少比例的节点 于核心节点 关注了同样的主题 那么这实际上呢 是表示这个用户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周围的人 关注的话题 比如他关注了话题A 那么如果他的主题初度很高的话 那么其他周围的邻居呢 也很有可能去关注这个话题A 那么第二个指标 主题的变异度呢 和主题的初度的含义是相反的 它是测量于核心节点 相连的节点当中 有多少比例的节点 关注了于核心节点 不一样的主题 那么如果是主题的变异度比较高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用户 他不太能够去影响周围人的 是一个关注的话题 可能其他人呢 在主题上发生了变异 第三个指标称之为情感的初度 它是测量于核心节点 相关的节点当中 有多少比例的节点 与核心节点的情绪 是保持一致的 说明周围节点 受到了核心节点的情绪感染 比如说这个用户 他的情绪是悲哀 如果他的情感初度很高的话 那么周围的节点 没有可能受到他的影响 情绪呢也是悲哀 那么情感的迁移度的含应呢 和情感的初度是相反的 他是测量于核心节点 相连的节点当中 有多少比例的节点 与核心节点的情绪不一致 那么就是说 这个用户的情感 不太能够去影响周围的人 比如他的情绪是悲哀 但是周围的人呢 就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刚才所采集到的 微博数据进行主题的概括 我们用word2vec 来表示成词项量 然后用kmeans的剧类方法 来提取微博的数据集里面的主题 那么我们一共是抽取到了 三四个主题 这里呢 我把第六个和第26个主题呢 用红色的方框来进行高亮 这样子呢 我们在下一页PBT中会看到 这两个主题呢 非常的哭泽 好 那么这里我们生成了一个 突发事件利益相关者的主题 传播图图 而且是针对这个事件的起始期 也就是在事件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知道突发事件 它可以分为若干的阶段 比如起始期 爆发期 蔓延期 衰退期等等 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图上面有很大的数字6 还有这个26 就是刚才我们前一页PBT 所说到的 它用户关注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几个主题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蓝色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它代表这个用户所属的利益相关者的类型 是主流媒体 如果说是群众的话 它是用灰色来进行表示 那么也可以看到这个6周围 有很多的这个主题 是8 第8个主题 那么还是针对这个起始期 我们来构造这个情感传播图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的这个字母M 它代表的这是主流媒体 然后OP呢 这代表的是群众 那么不同的颜色呢 代表用户的情感例型 比如说悲哀 它是蓝色 恐惧是紫色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当中 浅蓝色的节点是很多的 那么就表明 在这个时期 主导的情绪呢 是政务 贬责 怀疑 反悯 这样的一些消极情绪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他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 所呈现出来的情感状态 进行演化 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 他在起始期的这个情感呢 是政务 而且强度呢 达到了9.0 很高 然后呢 政府部门在起始期 他的这个情感类型 是贬责 强度为6.0 还有主流媒体呢 是悲伤 强度是5.67 以及贬责7.71 然后公众人物呢 是愤怒 9.05 很高 那么这张表呢 它是显示了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在不同的时期 他的这个主题的粗度 以及情感的粗度 就是 所介绍的 这个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在主题和情感上 去影响其他的人 我们这里用红色的方框 来标示出 在每一个生命周期的阶段 不同的人 他的一个最大值 比如说当事人 他在起始期 主题粗度是最大的 达到了0.667 因此是说 在起始期的时候 有66.7%的邻居用户 他的主题 会受到当事人的主题影响 那么这也比较符合 我们的常识 因为在事件的刚开始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呢 他关注的话题 会和当事人的保持一致 而政府部门在蔓延期的情感粗度呢 很高 达到0.585 就是有58.5%的邻居用户呢 都会受到政府部门的这个情感的影响 会和他的情感保持一致 那么这两张图呢 它显示的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在整个时期 他的主题传播影响力 以及他的情绪的感染力 比如说这里我们看到 儿童保护组织 他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当中呢 他的情绪感染力是最强的 就是他的情绪 会使得其他人保持和他一样的情绪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他的这个主题和情感传播的链路 当我们看到在起始期的时候 传播链路是主流媒体到自媒体到普通群众 爆发期的时候 这个传播链路呢 是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再到自媒体 然后再看这个蔓延期的时候 传播链路是从主流媒体到公众人物 再到普通群众 而衰退期呢 是从主流媒体到公众人物 再到普通群众 那么实际上我们观察这个传播的链路 可以发现 在大多数时候传播链路的起始端呢 都是主流媒体和政府 而在这个传播链路的末端呢 绝大多数呢 都是普通群众 好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在这方面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刚才听到前面专家的汇报呢 也非常有启发 谢谢大家 感谢安老师的精彩演讲 也非常感谢今天上午 五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 对中国原生 没有案例的分享 那么下面因为时间非常有限了 我们只能选取几个问题 与各位专家进行交流 如果在场的听众有什么问题 想向专家进行交流讨论 可以把问题打在聊天框里 好的这里有一个 有一位听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学术交流圈中 出版社与图书馆 在原数据标准制定中 存在哪些冲突 应该如何协调 我觉得可以请雷老师和 夏雷老师和夏翠娟老师 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 那请夏老师先说吧 好的 夏老师 那 我先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 我的一个看法 其实 原数据标准 这个事情呢 就是 可能有些老 有些人的 这个没有静音 没有静音 没有静音 我听到了很多噪音 那 其实原数据标准 这件事情呢 往往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 不同的需求当中 会有不一样的标准制定 一个办法就是在 就是刚刚王老师在讲的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原数据的注册系统 那么有一个这样的统一的注册系统之后 那么各个领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原数据标准 里面用到的很多的元素的定义 注册进去 然后其他的 如果就是其他领域的如果觉得可以复用的话 就可以去复用它 那么这样子的话 一个注册系统是很好的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办法的话呢 就是用这种高层的护操框架 就是然后既能够让保持大家的共性 既能够兼顾大家的共性 又能够让各自的领域保持自己的一个特性 那其实出版社的这个出版社作为图书馆的一个上游的话 我觉得我们图书馆的跟出版社的这个原数据标准呀 应该冲突应该不会很大 那么出版社的这个原数据 比如说这个在版编目的数据 往往是图书馆在进行编目的时候的一个参考 那么图书馆的原数据在编目的时候 往往是会参考这个在版编目的数据 同时我们也会增加很多自己 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资源揭示和服务的需要 再增加许多的元素 那我觉得冲突并不是很多很大吧 那么协调的话 我觉得可以有很多的办法 可以通过技术的方式 也可以通过制度的方式 好 我大概是这样 那就请再请萨老师再分享一下 萨老师刚才说的几个观点 我都很同意 那么我再补充一些 我觉得就是对原数据标准来说 其实各个不同的应用 为什么有区别 是因为它的需求不一样 那么其实这一点在数目数据上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 在数字资源 原数据这块的这种区别 其实更明显 那么对于出版社和图书馆的这个数目数据这块 我觉得就是因为图书馆这个数目数据这块的标准 已经很多年了 也非常成熟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夏儿也说了 就是它其实应该没有本质性的这种冲突 那么现在呢 就是像出版社 就是像新闻出版总署 他们出的那个在本编目数据 像国图在编目的时候 都是在都是在借鉴的 我想就是在利用上来说 应该说就是对于出版社和图书馆 他们的那个对于这种书目的这种需求 其实不一样 出版社呢 它是对书对这个资源经简单一个描述 然后它要求其实它是有一个时效性要求的 而图书馆呢 它其实更关注对资源的这种 更多的这种内容的揭示 它的这种关联关系的这种建立 而且最终希望能够给用户提供更 就是更详细的内容 就是图书馆它是希望能够用户只看这个原书具 我就能知道这本书我对它需求度有多少 所以呢 就是我觉得两个其实并不冲突吧 因为它它作用是不一样的 像像国图它其实也是这种情况 就是它的图书进馆以后 它是有一个出编目 然后里边有一本书就直接就去了那个阅览 就是这样 它很简单 然后让读者能够很快的看到 然后剩下的这些 我们还有专门的这个部门 在去对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处理 比如包括做摘要 做那个规范数据 做规范控制 这样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能够满足不同的这个用户需求 那么如何解决不同原数据标准之间的这种差异性 那么就是可能还是最终还是要通过互操作来做 对于互操作来说 我觉得其实国内的很多数据原数据标准 其实还好 就是就是虽然有差异性 因为有它个性化的东西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基本上国内在做一些原数据标准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基于一些比较通用的标准来做的 比如说像速度工程 我们出的一套的标准规范 其实都是基于DC来做的 所以呢 就是一个就是后期的这种处理 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肯定要有的 另外呢 我觉得这一块还是不存在特别大的问题 还是可以那个保持它的不同的数据的这种通用性和它的这种个性化 我就说这么多 感谢夏老师和夏老师 看到观众期有人向王志强老师提问 想请王志强老师分享一下 十四五期间针对大科学工程 比如大海洋 大健康 大智能 是否会重点在这些领域扩充建设科学数据 在相应的原数据标准方面有哪些规划 好的 那我试着解释一下吧 实际上呢 就是对于科学数据也好 还是这种各类的资源库也好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十二五十三五十二五之前吧 确实实出现了一个这个 各类库管或者各类中心比较泛滥的情况 有一个平台 就是自然有一个平台 就宣称它是一个国家级的平台 等等这样一系列 所以呢 在这个十三五期间呢 陆陆续续出台了很多这种 对它的一些质量的控制规范呀 门槛的这样的一些规范 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对于绩效评价的 这样的一些规范 然后呢 它先后就是认定了一批这样的机构 比如说有先后的有二十三 二十三家平台 然后扩充到二十八家平台 现在呢 已经扩充到了这个五十一家平台 然后呢 它现在目前的这个趋势呢 是在这个十四五间 还是针对这个重点领域 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大健康的海洋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 在一些 还有包括一些新基建的这样 这样一些领域呢 像刚才说到这科学数据中心等等这个呢 还是会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有些动作的 还是会认定过一批 但是呢 可能它的这个门槛还是相对来说 就是更加规范 然后呢 这个这个考核呢 也是比较严格 然后呢 相应的这个 拨款呀 拨款呀等等这一系列的话 也会是更加规范和严格 然后呢 这个有关 这个科学数据标准 就是这科学数据 这个原数据标准 这个目前呢 我们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一个体系了 至少是我们在这个 核心原数据和通用原数据 这个层面上的话 核心原数据更多的是这个国家标准 而这个通用原数据可能是行业的一些标准 然后呢 已经有了一些规划 像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各类不同的这个领域 已经制定了自己的通用原数据 可能在 在针对一些最特别特别具体的一些 这样一些领域呢 会制定一些 一些这种 就专用原数据 但是呢 它这个专用原数据 它不是以这种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这个方式出现的 它可能更多的是以这种团体标准 包括在通用原数据这个层面 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团体标准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 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观众席有一位观众向安璐老师提问 请问安老师 社交媒体信息组织与学术文献的信息组织 怎么差异 还有原数据在对社交媒体信息进行组织时 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拓展 好的 谢谢王老师 谢谢观众 相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想你们都知道 这个学术文献呢 它是属于这种结构化的信息 它的这个原数据的原数集合呢 目前来说发展也比较成熟 像刚才 还有几个专家向我们展示了 这个原数据的标准 有非常的丰富 然后呢 原数据的原数呢 它也比较清晰 比如说这个作者呀 标题 来源 关键词等等 那么像我们所熟悉的这个Mark呀 各种版本的Mark 还有DC的原数据 相当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然后社交媒体信息呢 我认为它应该是属于这种半结构化 或者说是非结构化的一种信息 虽然像这个微博的发布者 还有这个时间 这个终端 这样的一些元素 以及它有一些曲子呢 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对这个社交媒体信息的内在特征 比如说它的这个主题内容 等等一些元素进行有效的组织的话 那么你可能要用到一些 比如主题建模 情感分析 知识图谱 还有命名实体识别这样的一些方法和技术 那么在社交媒体的这个信息环境当中 它所涉及到的这个特征 还有这个属性的这个数量和复杂性呢 可能要比学术文献的这种元素 就是描述要稍微复杂一些 像刚才我也看到 有观众在这个聊天群里面 问到这个社交媒体信息组织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简单来说的就是社交媒体信息 它非常的丰富 如果我们想提取它的价值的话 虽然可以去依赖现在的大数据 数据挖掘这样的一些技术 但是信息检索分析它的一个前提 就是首先要对信息进行序化组织 所以呢 我们就尝试对社交媒体信息进行一个 信息的组织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研究者还面临一个挑战 和研究思路方面的一种更新吧 像以往的这种元数据 比如杜伯林的核心的元数据 它包括一定数量的人数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元数据来进行信息组织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有点类似于这种枚举的思路 那么它就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有监督的这种方式 就是先设计好一个元数据的方案 它包括这些元素 然后再把你要描述的这个信息对象 里面的这个元素值把它提取出来 但是呢 在社交媒体的这一种信息环境下呢 如果我们不断的去深入分析的话 就会发现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些新的特征属性 这种数量似乎都无穷有监 如果说有监督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想法是有限的 你总是要设计出一些新的元素呢 重现有一些元素方案 像刚才前面专家展示的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这个应用 它都会有一些具体的元素据方案 所以呢 我也在思考就是我们是否有可能把这个元素据 从一种有监督的方式 先移到这种半监督甚至是你监督的方式 像比如说以往这个机器学习的话 它都是特征工程 就是你先想有哪些特征 然后再来检验这个特征 跟你的这个目标 它是否是相关的 相关系数多少 但是呢 像现在深度学习 它的这个思路就不太一样 它就是自己会生成一些新的特征属性 甚至有一些特征呢 你还难以解释 但是却可以实现你的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从现实的需求去出发的话 我们针对这个突发事件 它的这个社交媒体的信息 我们需要提取哪些元素 可能最开始呢 就是觉得这个事件相关的 这个时间地点人物 这样一些人数是很重要的 但是接着呢 你研究的深入 比如像我们构建了 这个社交媒体信息的这个转发网络 你就可以定义一些新的指标 来测量你的研究对象 这样可以找到 你要研究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所以我认为 社交媒体信息的这种组织呢 它需要一种增长型的一个元数据方案 这个元数据方案呢 它根据你的信息设计的领域 来扩展细化 比如说这个社交媒体信息 它涉及刚才王老师提到的科技等信息 然后萨老师说的政府的信息 王老师提到的教育的信息资源 还有夏老师说的这个文化的信息资源等等 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进行探索 如果我们直接去采用现有的元数据的 这个元数集合来组织社交媒体呢 可能有时候觉得这还不够 那么我们可以用元数据的思想 来指导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的信息组织 像我们一直这个图形里面 组织很强调这个信息的序话 实际上信息组织在学术文献这个领域研究 因为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发展 那么呢相对成熟一些 然后在网络环境下 我认为这个任务呢 可能要更加坚决一些 但是信息组织呢 它是有价值的社交媒体分析的一个前提 所以呢也很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投入这方面的研究 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安老师 因为我们那个研讨会的时间非常有限 那我们下面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呃 观众席中有呃 呃 操会的人员问黄老师 那个呃 国家标准地区标准和行业标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请黄老师回答一下 好的 这个看的是对标准非常感兴趣的一个 呃 一个听听众问这个问题哈 呃 呃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区标准的地方标准 它并不能说明这个标准水平的差异 我的理解呢只能说明这个标准的应用范围的差异 呃像我们的国家标准呢我们都知道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来统一推行的这样一个标准 所以呢他呃这种标准的就是应该有国家国务院的标准化的行政主管部门来制定 而有的标准呢它只需要在一个行业内来应用 还不一定需要上升到国家标准的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可以制定行业标准 这个行业标准呢 他也不是说随便就可以制定的 也是需要由国务院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来制定 然后呢还要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来备案 这样才能成为行业标准 如果有的行业标准最后成为了国家标准之后 那么这个行业标准就自动就废止了 比方说刚才我们讲的交易部的 关于教育资源源税率的有些建议的这个行业标准 后来就成了这个国标 那么原来的这个行业标准就自动废止 那么地方标准呢就是说 没有国家标准又没有行业标准 在这个本地范围之内 还需要比方在各个省呢 自治区或者直下市 需要同意的一些标准 比方说工业产品的安全 食品的安全 卫生的要求等等 这样可以制定一些地方标准 那么这个地方标准的制定呢 也自由各个省自治区 和直下市的这个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来制定 同时也要报国务院标准化的行政主管部门 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来批准 它才能够通过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标准 它的这个整个的制定过程 它是有它的一些规范的 一些规范的 好了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呢 我就到这儿 我看到评论区还有一位在问这个网络文学作品的 元数据体系的建设哈 这个问题我也谈谈我的这个出现的看法 来不及细思考 既然是元数据体系的 我觉得又包括几个方面 比方说最重要是你这个元数据用哪些元素 那么这些元素应该怎么去描述 每个元素描述的要求 比方说日期 作者 然后这些信息 它还是有一些ISO的标准 所以呢 它描述也有一些标准 还有这个元数据的 它的管理也有一些标准 刚才王老师讲的 它的元数据有多种标准 那这是它整个的一个体系下面 应该包括多种元数据标准 那至于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特别密切的就是元数据的 元数的这个标准呢 那像网络文学作品 我觉得至少要有这个提名 对吧 你这个小说啊 或者是其他的文学作品 有的提名是什么 你的创建者是谁 就是我们这个 根据这个Division Code的这个creator是谁 然后呢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责任者 那就是用在contributor里面 那么可能如果有多个作者 或者多个创作者 可能这些元素还是可重复的 那还有一些元素的比方说 你的网络文学作品 什么类型 什么风格 什么主题 然后你的实用对象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有的网络文学作品 很显然不适合未成年 不适合小孩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注明 包括他的语言的这个层次 有的语言是比较晦涩 还是比较通俗的 这个也可以标明 便于大家去选择 那么我们知道网络文学作品 它是不是还有相关的其他的作品 Division Code当中有个观点的元素 可以观点起来 那么实际上这可以给我们 向读者起到这个推荐好作品的作用 另外呢 我们知道网络文学作品 每个人都是写手 每个人都是内容的贡献者和创作者 那么这个作品 它是否可靠 指标是否信得过呢 如果说能加一个 比方说有一个评价 我在 我刚才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 你像这个 我们国家有一些 这个网络文学作品的这个 这个推荐 比方说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及2019年 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荐 这个推荐工作 都是由新华网来做的 那么新华网还做了一个中国网络文学 20年20部作品 所以还有呢 我看到还有一个搜狐网做了一个 2019年 中国网络文学作家影响一把 所以如果我们在帮 在标注这些 creator的时候 如果他是上榜的这些作者 我们是不是可以加一个 元素的这个说明 那么如果入选呢 像新华社 还有其他的一些 那个原数据相关还有其他的问题 也欢迎会后与各位专家进行探讨 那今天那个研讨会的最后 我们有请黄花教授对本次活动进行一下总结 好的 我今天 组织这种活动呢 我特别高兴 说实话 超出了我的预期哈 因为我们原来设想 元素据这个技术性非常强 也特别专门的一个话题 参与的人数不可能那么多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参与的人数 最高峰的时期是达到260多人 这真的是远远超过了我的这个预期 而且呢 我刚才大体可能从视频当中看到 我有时候低着头看手机 这个国内外的专家们在给我发微信 我在回他们的私信 有的时候我们做的特别棒 我想各位这个汇报的是 我们DCMI教育委员会的这个登雷老师 一直在这个线上 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 但是曾老师因为人在国外 他不能参与我们这个 所以本来希望请曾老师来给我们指导几句 他不能够参与进来 所以呢 我在这里对曾老师的这个指导表示感谢 而且曾老师对我们这个活动 就是给予非常高的肯定 说我们的专家都是真正的专家 说提问也是很有水平 那么曾老师就建议我们在会后做一个这个报导 然后呢还建议说明年DCMI或者以后他们要开这个类似的活动 还要请我们的专家们再去做报告 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是特别感谢我们专家们的这个辛苦的付出 感谢我们会务组相关老师的这个付出 也特别感谢我们来自国内外的这个这个同行老师和同学来和我们一起共度今天周末这个上午 再次表示感谢 然后我们学院是景宁东湖是无敌的这个一线的湖景 然后呢右上角的这个图标是我们百年院庆的图标 本来我们百年院庆的活动很多是准备线下进行的 包括我们今年刚刚开完的这个全球数字图标领域的顶级会JCDR本来是线下的 后来用成线上 所以呢 我们百年院庆的很多线上线下的活动 也希望国内外的这个同行们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学院的发展 也欢迎各位来我们学院来做客 虽然我现在不是院领导 但是我作为我们学院的一个老师 也特别欢迎各位同行的到来和交流 好 谢谢大家 黄老师 好 那就这样吧 那谢谢大家 我们会也到此结束了 好 再见 好 各位再见 好的 好 各位再见 各位专家辛苦了 我们翻译公司的两位专家辛苦了 我们都还没见上面 其实应该让你们两位来露个脸的 好的 再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